楊大郎 楊約廷 正義劍 首先我們有楊大郎 楊約廷 正義劍 歡迎正義劍 尖叫聲啊 歡迎 另外我們也有楊三郎 楊延安 仔仔 周愚民 歡迎仔仔 再來我們就有楊六郎 楊延昭 吳尊 歡迎吳尊 歡迎吳尊來到新加坡 大家好 嗨 哈囉 很久沒有來新加坡 也是為了忠烈楊家將 希望你們支持這個電影 謝謝 哈囉 所有現場的朋友們 你們好 我們是忠烈楊家將 哈囉 新加坡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吳尊 很開心來到新加坡 宣傳忠烈楊家將 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念頭 要拍忠烈楊家將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拍一個最帥的 電影史上最帥的 最有謠言 最有型 酷 的楊家將 是 謠言啊 廣東話這樣講對不對 很有型 很有型 對 宅宅 我看他樣子感覺就是演六郎 或是七郎 怎麼會去演三郎呢 因為我在台北跟宅宅見面的時候 我們談了兩個小時 他都說了三句話 就是第一句就是 Hello 第二句就是 導演你想我怎麼去做這個 這個三郎 第三個就是 他聽完我講完以後 他就說 Thank you 好 終於 這麼是莫寡言 對 可是最重要是因為 宅宅他的眼神 眼神 的愛 非常強烈 非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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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開場 怎麼就讓無尊裸了上半身啊 所以無尊當時知道說 會有這樣一場戲 會抗拒嗎 因為其實過去幾年 你一向來 就不會說 想要刻意地去錄身材吧 那因為導演 他其實跟我講的時候呢 他有跟我講原因 那當然我覺得導演的原因 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所以我覺得在戲裡面 把三聲脫掉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覺得 事情因為 可以算是 一半是因為我而起 對 那 他是 一開場就想要讓觀眾看到 這是一個 懲罰嘛 對 所以假如穿衣服被打 感覺不到那一種痛 對 所以導演他覺得說 應該要把上衣脫掉 對 是 如果今天有到戲演看了之後 我不能講太多 因為你看完才知道我們 付出的很多 真的很努力 我們每個人也是很團結在拍這個電影 我們每個人都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跟時間去完成導演給我們一個 很高的一個標準的拍攝標準的一個 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不只我 我們所有劇組人員 我們都是在最高的導演的標準之下 完成所有的演出的 哇 我希望大家看完楊家將以後 給這個故事感動 然後就拿你們的手機 打給你們的家裡的人 問候問候 記得他們 這個電影真的是 拍到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的美的 中少人 真的 我們看電影之後 計畫也是可以 希望看完電影之後 會回家想一想 這個電影 我為什麼要拍這個電影導演 希望大家在去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呢 能夠感受到我們給你的觀念 就是能夠珍惜你現在身邊的每一個人 因為每一個人 我們活在這個很幸福的時代裡面 我們更要去珍惜我們身邊所有的愛的人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到一部電影 是 就是 一個真實的故事 對 那我覺得當你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用心的去看 然後把自己放在他們的角度 對 他們的那種狀況 你會覺得 以前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然後我覺得 深深的讓我感動到 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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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朱瑤 西拉坡 掌聲帶給我們的朋友才有你的學本 鍾烈 楊家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